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曾经就南巡30年做了一个关注 那么今天也要先听听您 那么又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关注起呢 我今天讲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前天咱们讲了一下这个话题 我有一个好朋友 一个我很尊重的前辈 我就不说名字了 他特意给我打听 他说你看你们凤凰台的今日谈 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回顾邓小平先生南巡 他说他觉得他很受气 他有好多的这些老朋友 就年岁大的像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 对当时的30年前的事情还记忆犹新 说希望你们你们多说一说 因为我也跟他有时候 我们会聊到一些对邓小平先生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对南巡包括 也都议论过一些话题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我还特别把咱们上一次的节目 咱们郑海星的节目 我也拿出来看了一下 我就这样子 就是他讲过的我就不讲了 我就讲讲我的一点 别的补充的体会啊 我觉得这个邓小平先生南巡在今天30年 真的非常的重大 这个要纪念他的 不仅他的当年的那种历史的那个意义 而且今天的现实意义 什么现实意义就是说 现在正好逢到一个百年变局的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之中啊 就更显得呢 这个当时南巡的时候的 就这跟当时30年前的情况 像我们这个年龄人都记忆忧心啊 就是当时那种 也是国内外大变局 也是那个感觉啊 当然那个时候的变局和现在比呢 可能现在的变局就更大一些 而且呢 对中国来说呢 我觉得可能 现在的这个变局的这个积极面 就是机遇和挑战这两个相比的话 当年我认为挑战呢 甚至于更多一点 因为当时苏联解体 然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一些 什么政治动脑政治风波 然后整个国际社会上 什么历史的终结 各种各样的 都是很多对中国 都是带于一种负面冲击的 这样的一些挑战 更多一些 而当时邓小平先生怎么面对 你看这个里边就有很多的啊 和我们今天谈呢 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 好像就更加的有自信了 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 整个面对的机遇 我认为大于我们面对的挑战 和冲击 这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这个力量关系 从整个的这个变局的这个特性 整体来看已经有所不同 但是呢 我们还是仍然非常的需要 在这个时候 叫居安也要思维嘛 对不对 也要有这样的一种 一个指导思想 来回顾当年这个邓小平南巡 我其实我想讲的 邓小平南巡在这一段里边 我想讲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邓小平南巡的最根 最根本或者最本质的 它的特征 就是这四个字 实事求是 第二个呢 就是邓小平南巡 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那个环境下 而且基于当时中国的整个国情的变动当中的需求 那么邓小平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叫做均衡发展 他提出一个均衡性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的改革怎么走 是走得快一点呢 还是走得慢一点 是更加突出发展 还是更加突出稳定 是更加的注意防左 还是注意防右 比如像这样的 这种均衡 这第二个 就是均衡发展 第三个 就是叫自我革命 或者叫做自我改革创新 这个概念 我放在第二个标题里讲 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标题 我讲 就是重点讲一下实事求是和均衡发展 实事求是这个概念 咱们说个多次了 大家觉得好像 这就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天天都在讲 改革四十多年是这样的 延安整风的时候 当时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 最后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一个一个困难 也是实事求是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根本的法宝 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事情啊 不是从理论出发 你如果从理论出发 就没有中国革命 我说的不客气点 不要说马克思的理论是讲的是 要许多国家一起取得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 而就即使是根据当年俄国革命的 实业革命的经验 它也是在城市暴动 是工人领导 工人为主体的这种暴动的成功 而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开始做起 是长期的武装斗争 而且特别是要培养教育农民 作为实际上农民 中国的革命本质上是一个农民的革命 是农民为主体的 像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一些 很特殊的一些现实的国情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的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 尤其是中国特色 换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 那么邓小平先生这个人呢 他非常有这种务实的 实事求是的这种 这个品格几乎是他与生俱来 而且又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培养起来的 他这个特点在所有的 我认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 特别是当中啊 他特别突出 很多的人在写回忆录都讲过 说比如说中央开会的时候 是吧 常委开会 或者是这种重要的会议的时候 很多领导人都要讲话 往往到邓小平先生讲话的时候 他讲的比较少 他话不多 他从来就是这样 但是非常的切忠要害 而且非常务实 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他的话听了之后 人民日报的朋友说 邓小平先生每一次见外兵也好 或者是内政的一些会议上 他讲的话 我们把它就原文记录下来 第二天就是一篇竖评 就是每句话都是言之有误 非常的实实在在 听起来好像不像有的 比如说像毛泽东主席讲话 那洋洋洒洒那种特别的 才华横溢那种感觉 讲的是特别大的一些的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会讲到 而给你的东西 是特别的具有前瞻性的那种 高瞻远瞩那感觉 而邓小平先生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务实 切忠实弊 而且解决的是实际的 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在南巡讲话的时候 他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种局面 什么局面呢 就是在变局 比如咱们今天面对百年变局 当时的变局我就不细讲了 以前咱们都讲过了 当时外部的这个苏联解体 苏东波什么这个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国内的情况 也是那样的各方面面 在这个时候呢 越是在变局 今天我们也面对这种大变局 对不对 你看百年不遇大变局 然后百年不遇大疫情 两个叠加效应 对不对 然后又面对着我们百年建党 取得伟大成就 同时又开启百年建国的新征程 你看看后三十年我们怎么发展 然后呢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 我们在这讲过多次 又提出了一个中美关系百年的 今年是一个转折点 正好五十年 正好前五十年 中美关系如何 后五十年我们要怎么寻找 中美的相处之道 你看这一下就至少有五个百年 都其中都有具有着巨大的变动 巨大的变数的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尤其要求要实事求是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要做什么 怎么做 怎么做最好 没有在现成的书本理论的里边 包括经验里边甚至 都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 都要从实际出发 要认认真真的调查研究 研究现实的新变化 从中间找到真正的符合实际的答案 这个邓小平先生 他的这种品格 我再过去 其实我讲过 就是列宁当年讲过一句话 他说啊 这个每一个这个领导者 有不同的品格 有的人是一种理论性的品格 比如说非常的有理论水平 有的人是有实践性的品格 你看这个就在哲学上 他在专门的研究这两种品格 他说这个理论性的品格 和实践性的品格 都具有共同一个好的特点 就是普遍性 就是他都可以举一反三 但是 这个列宁后面这句话是关键 是重点 他说实践比理论更重要 就是因为实践 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 它还具有了一种现实性的品格 它具有了一种解决 面对新的变化 从直接经验发源 然后给出最新的 最务实的答案的这么一种能力 这么一种功能 这种现实性品格 就是邓小平先生 这个伟大的政治家 他身上 我认为是他最突出的 一个他的个人的特质 我讲这个特质这个词 我就是针对的他这个人 根据邓小平先生 90多年的革命 人生生涯所看出来 这个是和他从很年轻 就坚信马克思主义 而且专门到法国去 咱们知道 马克思其实当时写他的 这些重要著作 很多都是在法国 后来住在英国 而不是在德国写成的 他特别在政治理论上 是基于法国革命的经验 所以邓小平先生 他就具有着 非常的深刻的这种现实 到法国去 十几岁就到法国去 你想想 在那正是形成 自己世界观的时候 形成价值观的时候 他接受了 法国社会的那种务实的 那种当时是世界上 最发达的这个 所谓的工业社会 发展的那么一个现实 他在这个当中 吸取的这种社会和政治营养 对他形成这种务实的 比较现代化的 实事求是的这种作风 非常重大 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他就是批判和革命 就是对任何事情 不是一种庸俗的 吹捧的 辩护的 在当时的这个法国的这个 在他的政治学里 专门叫庸俗政治学 和批判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 批判革命的政治学 就是说他对任何事情 有一种批评性 批评精神 反省性 对自己尤其如此 注意啊 不是光批评别人 他重点是要批评自己 反省自己 所以中国共产党 真正能够成功 有一个重要东西 就是反省自己 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从这种务实的 实事求是的作风当中培育出来的 而邓小平先生的这种务实的精神 体现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 一系列的重大的这个变局当中的时候 他体现出他的这种生命力 那么同时呢 邓小平先生不仅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且他还具有一种非常强的这种均衡感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王老师这样 我们人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方向看准了 立场也对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容易啊 在细节和分寸上把握的不是太准确 有的时候但是真理 有的时候过了一步可能就是谬误啊 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有的朋友就会出现宁左勿右啊 是吧 有的时候就会好像这个速度是不够呢 还是过了呢 就是把持不好 而邓小平先生在这方面也做出 在南勋讲话当中 做出了非常的具体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 我们面对的世界变局 整个一种复杂情况下的时候 越需要把握好分寸 我们的方向既定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没问题了 但是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当时面对着 有左的压力和右的压力 邓小平先生说 右我们一定要避免 但同时左我们也要避免 这非常了不起 在那种环境下啊 他提出 有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面对的 可能左是主要危险 你看看这个 这种分寸和这种均衡感 这个在对当时的中国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起了非常重大的这种作用 那么后面呢 我想说最后我想说一下 就这种自我革命和自我创新 邓小平先生呢 他是从52年 他就奉调进北京 后来做国务院副总理 后来做中央总书记 其实从50年代到60年代 甚至于在文革中 他曾经付出过那么一段时间 接替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 他是在中共一代 第一代领导人里面 少有这样的 他一直是在第一线 他又是决策者 又是直接的执行者 几乎所有的当时17年 就是从49年到文革前66年 所有的政策 他都参与了这个重大的制定 和执行工作 但是他一付出之后 改革开放的时候 当时就有两个口号 一个叫改革十年 就是改革十年文革 这是不用讨论 大家非常有共识 但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 不仅改革十年 而且要改革17年 就是文革前那17年当中 就是他直接参与制定的很多东西 他认为很多东西要改革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阶级斗争维纲也好 是很多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好 是什么样的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们精神上的一些 这种思想方式等等 这一下子就解决了 大家的重大问题 我可以说直到今天 这个问题 仍然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用一种 勇于自行 自我反省 自我改革 动自己的手术 我可以明确地说 即使在中国共产党 第一代领导人 都是非常伟大的 这几位领导人当中 像邓小平先生这样 这么具有自我批评 自我革命 自我创新 动自己手术的 这种政治品格的人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也有的领导人 可能就比较容易坚持自己 过去已经过时的一些看法 而邓小平先生 一直做了 树立了这么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这也就带动我们整个 后来这四十多年改革开放 就走上了一个 一直是以自我改革 自我创新作为主要动能来推动 所以中国的这个建设事业 整个的这种 在国际上的这种和美国 你看现在美国 就是缺乏自我改革 自我创新的能力嘛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比较当中 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先生 他的这种魅力和他的这种 就是这种重要性 以及他今天这个现实当中 对我们的真正的这种营养 这种真正让我们能够 在今后面对 无论什么样变局的时候 面对什么样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都能更好的 找准我们的立场 找准我们的分寸 也找准我们自我革命的 这样一种精神 先谢谢庚信先生 这一节的一个评述 在下一节回来的新闻今日谈 则是要去关注 全国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的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 稍后见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继续我们要说说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 因发生了海底火山爆发 触发海啸 全国从1月16号到2月13号的 这段时间是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之间 非常的关注 多国相继投入救援 继续摇合评论员 更新先生 我们来关注这一块 您是不是要带我们先 从汤家的情况了解起 对 这两天我们中国政府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 都发了卫文电 而且特别我们红石桌上这边 马上我们的援助就到位了 10万美元的援助 以及因为它人口很少 只有大概有10万人左右的 这个人口只有10万人 它的面积大概相当于 就是大概有750平方公里 就相当于香港的 四分之三这么大 但是它的人口很少 它是一个在南台平印象 咱们看地图都知道 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注它 它是一个群岛性的这么一个国家 170几个岛屿 大部分是那种珊瑚礁的那种岛 都没有什么人居住 有人居住的大概只有30几个岛屿 像它的这个主岛 就是它的首都所在的主岛 和这次火山爆发这个位置相比 大概有60多公里的距离 所以呢我们在那的华人华侨 大概加起了一共 大概说有3000多人吧 在主岛居住的 不管是中资企业 还是华人等等 其实加在一起有1000多人 我们住唐家的这个大使馆 已经明确说 没有出现伤亡 在主岛这边呢 就是沿海港口的一些地方的设施 受到一些破坏 因为它有海啸啊等等这些影响 总的来说就是火山灰比较厉害 这个覆盖 因为这一次的火山爆发 虽然它位于一个这个基本没人居住 不是完全没有 据说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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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乡林两个岛嘛 是吧 叫什么叫这个红阿汤家什么之类的 那两个岛之间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有预警 所以大多数人都撤出了 现在知道的连续几天报道 都是三人死亡 都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们其实火山呢 咱们中国人对火山呢 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 因为在中国这个火火山 就爆发情况很少 在中国咱们经常说叫 叫这个东北西南嘛 就是东北这个地方 有长白山啊什么 然后呢像西南那边 比如说什么腾冲啊 或者是什么包括到新疆那边 五大莲池等等这些 台湾有啊 台湾有火山 那么这些情况呢 所以我们没有像 比如说像地震 大家好像就觉得 好像现实确实有 有朋友 谁是谁遇到过地震 或者有感 我们都会 而火山相对我们感觉不多 其实这一次 汤家这个火山爆发非常严重 它是一个 就是他们说 据专家讲三十年 是吧 三十年不遇的这么一次 这个大的 这个它的强度啊 尽管它离的这个 就是这个 因为它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这么一个 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 但是它的这种波及 就是它一下子 波及的面就很大 就是说一个是 大气浪的这种 这种冲击波啊 这个东西 这个冲击就可以达到 比如它在汤家这儿 这个发生这个火山爆发之后 它在两个多小时之后 就可以冲击到新西兰 再过几个 再过两三个小时 就冲击到了澳大利亚 再往后的话 就可以冲击到了美国 是吧 英国 是吧 都可以冲击到 海啸就更更广泛一些 整个海水都是连着的嘛 所以海啸呢 也是过了四五个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就冲击到了新西兰 澳大利亚 再过八个小时 就冲击到了日本 四国 什么 什么啊 这个爱园啊 乡川呢 就到了四国那个地方 就是而且 接着就是连俄国 是吧 到海春明那个地方 都会受到影响 美国加利福尼亚 都会受到影响 受到波及 所以通过这么一个变化当中 我们就感觉到什么呢 就是真是汤山这个 看起来 这汤家这个 整个的这个火山的这个爆发 看起来呢 人员的伤亡并不重 但是他给我们人类的这种警讯 提醒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人类一定要注意到 对大自然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啊 我们对大自然的很多变化 我们还不了解 尽管这一次呢 你看他其实提前一天 就已经有了预警 而且那个地方呢 他还是火山的 他是个火 是吧 是比较活期的啊 经常有这种情况 这个爆发 所以呢 这个在那居住的民众也比较有防范 咱们实实就是讲 据说在那个地方 那火山爆发的那个附近岛屿 只有十几处房子 那么平时可能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比较紧张 大家就都离开了 是吧 只有个别的啊 可能还在那 或者偶然什么原因啊 造成了这样的这种人身的事故 一般来说呢 这种情况还是可以回避的 还是可以啊 这个防范的啊 但是呢 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呢 给我们感觉到一种震的汗啊 真的是我每次遇到这种 比如说我在日本生活时间很长 比如说三一地震的时候 我当时我也正好在东京 在日本 当时东京和这个福岛 就三一地震的这个位置 这个主阵区啊 的位置啊 大概离那么200多公里 240公里左右 这个距离和1976年唐山地震 我当时在北京 唐山和北京的距离 也是这个距离 200多公里 而两个地震 据地震专家讲 其实震度震感差不多 就影响到的 所以我两次 我都是算是一个亲历者啊 就比较近的 相对而言 比较近的一个亲历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感觉到我也好 我身边的人也好 都有一种 除了这种 由于地震或火山 直接造成的损失和压力的同时 同时更大的是感觉到了 哎呀 自然到底是什么 我们人本来是自然里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是一个自然里的一个生物嘛 我们高级一点 有头脑 有思想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跟自然友好相处 能够处理好 就这种重大的这种自然 给我们带来压力和冲击 真是一种冲击啊 这刚才我讲到了 你看看 一下子就冲击到了这么一个 咱们平时都很难想象一个动作 咱们谁做一个什么动作 会这边影响到了日本四国 北边影响到俄国 然后又影响到了这加利分家 咱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一个火山爆发 就给了我们这种启示 所以我们真的是 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对自然 我们中国人啊 有人批评我们 不是一个这种 那种传统的概念的 学术向的那种宗教这种国家 所以他们就认为 没有这种正式 这几大宗教的这种国家和族群 大家容易缺乏敬畏之感 比较世俗 就是我们是一个 更多从世俗的利益 或者是我们的需要 或者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的亲情 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 现实的生活当中出发的 不是有那么多的 那种超现实的这种敬畏之心 这有的时候我们是 在这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得实事求是 但是我觉得通过环保 通过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这个推动啊 我觉得越来越感觉到了什么呢 就是建立一种敬畏之心 建立我们人类 有一种共同的敬畏之心 有的时候 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也好 什么也好 比如说一个家庭 大家的这种凝聚力 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 往往不是在大家幸福的时候 形成的 是在患难的时候形成的 比如说中国人 在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 或者遇到重大的侵略的时候 抗人战争 是吧 你看看 遇到疫情 你看咱们 中国人就比较容易团结 对不对 我们就有着这么一种 天然的这种民族性格 其实人类都是这样的 其实当年我想起来 在当时 大概五十多年前的时候 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末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末 有个罗马俱乐部 我多次讲这个例子 他就针对当时的供害 粮食的危机 能源不足 各种各样的 环境的这种损害 他提出来什么 就是增长的极限 用这个概念 引申出了一个地球村 就是大家要有一个 全球化的理念 每个人都是不能离开 不能说我 我争取我的利益 我就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 这个你最后也会害到自己 这次抗议也说明这一点 我觉得 这次这个汤家火山这件事情 也再次提醒我们 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 人类受到了一些伤害 但是我们把这个坏事 变好事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形成一种 人类是一个整体 我们自己内部有什么别扭 是我们人类内部的矛盾 然后我们共同的 应该团结 在抗议的时候也尤其是这样 所以越是抗议的时候 越炒作这种国家和族群之间的 这种分歧 这是非常 像美国这种做法 是非常不可取的 必须纠正 而在这个同时 我们能够在这过程中 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这就是现实 从这个现实中 汲取这种正面的 积极的营养 然后形成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这个建设这个共同体 共同努力的行动 都说患难见真情 对 正面积极来看待 谢谢更新先生 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